Hello 大家好 我是Weber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家裡有多個新成員 如果你一直有看到Weber的YouTube Channel 你應該知道我有三個子女 他們分別是大哥 Miles 二哥弟弟妹妹莎莎 為什麼我還有第四個小朋友呢? 其實在我拍片的原則 我對我一個小朋友 其實有三件事我不會盡量守住 第一個原則 每一次我和小朋友拍片的時候 我都要他們自願去上鏡 以及自願去說對白 我不會硬要他們做一些戲出來 很假的 或者因為拍片而和他罵 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關係比拍片重要 第二個原則 就是我不會拍我子女 任何私人部位 所以我已經有第四個小朋友出來 幫我可以不守這些原則 他不治癒我都會拍 他私人部位我都會拍 還有要我做些危險的事情 所以我買了一個 仿真度極高的BB回來 因為我打算之後我會拍 這是新手爸爸的小伙伴 所以我要一個1-3個月的BB 和我衝鋒陷阱 現在打開給大家看看 這個BB我網上買的 是一些被人做示範的BB 他網上的形容是仿真度極高 皮膚很好 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現在還未知道 還有他穿什麼衣服 我還未知道 所以現在 現在看 別出來了 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的頭是被人扭掉的 他正面看著你 但他的樣子是看著我 扭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 我用BB來做示範 好像有點變態 因為有一個男生 會買一個BB回來 現在 這個就是 我看看他的手腳 這就是 買回來的BB 這個BB 應該1-3個月 差不多 差不多 手手 手 兩手有不同的動作 一手就是 食指 指住你 這隻手 是少許 拳頭 腳就是一樣的 其實他的腳跟門戴的腳差不多 我現在看看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先看看 第一次私人部位 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原來他是一個男生 我要幫他改名字 但為了大家不要對他 投入太多感情 或者當他是一個真BB 所以我會給他一個 比較沒有人性的名字 給他 給他一個編號 我會叫他 4號 4號 總之一定要叫4號 知道嗎 你和我做示範 OK 4號 今天開箱 這隻4號 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請按讚、訂閱 或者留言 以及密切留意 新手爸爸的系列 拜拜